千禧过神日,王源零点P图送祝福 谁注意王俊凯踩点失败后说啥? TF Boys从出道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年了 当年青涩的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 渐渐能够在各自的领域赌当一面了 比如易阳千禧,就专注于影视圈 不断带来优质的影视作品,也得到了大家喜爱的 王俊凯和王源泽继续专注音乐事业 而大家都知道,三小只平常都是非常忙碌的 但是呢,谁都不会忘记谁的生日 就比如最近易阳千禧迎来了她的19岁 而其他两人也亲切地送上祝福了 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说 生日当天越早送祝福的关系就越好 尤其是掐零点送祝福的朋友 基本上是关系非常好的了 比如王源,就在零点刚过的时候 就晒文祝福易阳千禧19岁生日快乐 开心每一天,王俊凯不知道为啥 这次没有踩点成功 在零点过了四分钟才开始发泊庆祝千禧生日 排晒了一张易阳千禧吃火锅时候的照片 王俊凯没有踩到点 大家都很奇怪 因为之前几次成员过生日 大家都是掐点祝福的 所以这次王俊凯为何没有踩到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